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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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能够说流落的汉语 长得又非常漂亮 他们利用自己的美色 激进国民党高官 趁机刺探情报 日本间谍的渗透 让国民党损失惨重 识别这些日本女间谍并非易事 但是戴力却有独特的办法 首先看这些女人的虎口处 他们受过军事血 因为持枪射击 因此虎口处有老解 第二看女间谍的交直 日本人喜欢穿木鸡 因此脚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缝隙比较大 利用戴力的这个方法 还真的抓住了不少日本女间谍呢 抓住女间谍容易 但是要想审理他们 让他们开口说出有价值的情报 就困难了 戴力曾经发明了一个专门针对日本女间谍的酷刑 名字叫做生孩子 这个酷刑其实很简单 在女间谍的下体塞进一根密封的橡胶管 然后往橡胶管里充气 像胶管膨胀的像气球一样 便慢慢往外拉 就像是女人生孩子一样 非常痛苦 不少女间谍被这个酷刑折磨的哀嚎不止 最后只能乖乖招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